以色列部队排成一条长龙,向袈裟腹地挺进,突然间,长龙两侧响起了枪声,一阵乱想之后,以色列宣布三名预备一死亡,刚看到这条消息,我傻眼了,这不就是现实版的亮剑吗?以前总有人说抗战局不真实,这样的伏击怎么可能呢?难道鬼子都是傻子吗?鬼子傻不傻我不知道,但这一次卡桑旅对以色列的伏击, 堪称是教科书籍的案例,以色列之前宣称已经把哈马斯给消灭掉了,但这一次伏击战证明了哈马斯并没有被消灭,而且哈马斯还能有组织的展开伏击战,虽然这一次没有公开显示,哈马斯到底多少人参加伏击,但以色列那边有12辆运兵车,这次伏击有很多细节,我们可以看一下,第一是根据卡桑旅发布的消息,他们先引爆了爆炸装置, 然后邻居离消灭敌人,第二卡桑旅说伏击的是乙军的一个机械化步兵连,有12辆运兵车,第三是一些乙军逃出了伏击圈,试图找房屋逃避,但是卡桑旅继续追杀,造成了乙军的伤亡, 这些细节证明哈马斯已经开始光明,正大地何中药了,至于是用了什么方式喝的,咱不清楚,有可能是有人塞给了他一个光碟,光碟上写着两个字,亮剑,整个过程说明了一点,乙军的伤亡应该是不小的, 一个机械化步兵连大概有一百多人,第一次爆炸架邻居离击杀,让一些乙军逃出了伏击圈,没有逃出伏击圈的那一批乙军,难道只有三个人吗? 受到卡桑旅的第一次冲击之后,乙军已经慌乱了,而且在找房屋逃避,而就在这种情况下,卡桑旅还在追杀,并造成了乙军的伤亡, 如果真相以色列说的只有三名预备以死亡的话,说明卡桑旅的枪法实在是太差了,子弹是塑料座的,乙军也发布了两条消息, 一前一后,前一条消息是乙军遭遇了卡桑旅的袭击,而且躲在建筑内, 用手榴弹炸死了两名武装人员,还缴获了大量弹药,后一条消息是乙军在补给线上遭遇爆炸袭击, 三名预备以人员身亡,乙军发布了这两条消息,如果结合卡桑旅的消息,可以这么去看,乙军先遭遇了爆炸袭击, 在爆炸袭击中,三名预备以人员伤亡,然后有一拨人逃出了伏击圈,躲在了建筑内,这拨人用手榴弹反杀了两名卡桑旅人员, 到这里双方的措字很有意思,卡桑旅没有提到第一次爆炸袭击,导致了多少乙军伤亡, 而是在说追击的过程中,造成了乙军的伤亡,而乙军发布的消息是, 在爆炸袭击中有乙军的伤亡,但是追击过程中没有提到乙军有伤亡,反而提到了乙军反杀了卡桑旅的伏击人员, 真真假假,我们就不去评判了,射向以色列的导弹,没有一个是炸到人的,伊朗二百枚导弹,也没有造成平民伤亡, 反倒是一个导弹减速器从天而降,带走了以色列的一个路人,有没有人员伤亡,咱们就不去说了, 有意思的是,这一波哈马斯已经充分掌握了伏击战的精髓,事实上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整个对抗中,一直在运用中药模式, 比如遍布加沙的各种地道,在地下10到20米的地方,哈马斯挖了1370多条地道, 2021年以色列对加沙地区进行打击,对外宣称说摧毁了哈马斯挖的100多公里的地道, 哈马斯随后就说道,我们有500多公里的地道,反正我是傻眼了,这也太能挖了, 从2021到2024年,这三年间加沙地带的地道数量有没有增加呢? 咱们不好说,但这仅有的400多公里的地道,也足够以色列和一壶了,面对喝了中药的哈马斯, 以色列想把哈马斯彻底消除的阴谋,其实已经破产了, 他们几乎是不可能消灭哈马斯的,在加沙地带的哈马斯,能够有现在的规模, 原本就得益于以色列分而知之的殖民策略, 现在我们总是说,哈马斯是在伊朗支持下的抵抗组织的一环, 而事实上哈马斯是以色列一手扶植出来的,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策略,和当初欧美对殖民地的控制体系是一样的, 原来巴勒斯坦是法塔赫一家独大,为了制衡法塔赫, 以色列开始扶植一个新的组织穆加马, 早在1980年代,驻扎在加沙的以色列总督塞格夫, 就很骄傲地告诉纽约时报, 他资助了巴勒斯坦地区的伊斯兰运, 以色列原本是这样想的, 巴勒斯坦地区不能只有一个法塔赫, 他们怕法塔赫一旦壮大起来, 对以色列构成威胁,才会扶植穆加马及哈马斯的前身, 按照以色列的想法, 穆加马和法塔赫应该一直互思, 最终导致巴勒斯坦发展不起来, 无法建国, 以色列人想不到的是, 穆加马是真的拿钱办事, 开学校搞福利设施, 在加沙地带的口碑越来越好, 群众基础很快就超过了法塔赫, 学校是启蒙的地方, 这下好了, 一大波加沙地带的民众开启觉醒, 从穆加马分离出了哈马斯, 以色列到底是个新手, 学美国那一套, 最终把自己套进去了, 不要总是把中东地区的抵抗之乎, 归结为是伊朗搞出来的, 其实伊朗无非就是在简陋, 中东那么多国家, 巴掌大点的地方, 都能有两三股势力存在, 这原本就是没搞出来的分支策略, 而最终他们被分支策略反噬, 也怨不得别人, 西方搞得殖民分支策略, 让一个国家无法统一, 受罪的也将是这些国家的老百姓, 所以即便以色列消灭了一个哈马斯, 但这些受苦受难的老百姓, 真的不会再变成一个个哈马斯吗? 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, 光明中将会照亮黑暗, 以色列声称的安全屏障, 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, 在这个阿克萨洪水军事行动一周年的敏感节点上, 哈马斯用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箭弹袭击, 将以色列自诩的不可战胜, 变成了一具空谈, 特拉维夫这座原本被称作中东硅谷的城市, 如今却成为了硝烟弥漫的战场, 火箭弹仿佛暴雨般杂落, 几分钟之内, 市中心的高楼已陷入火海, 尖叫声哭喊声交织, 满街都是逃窜的市民, 脸上写满了恐惧和绝望, 在这次袭击中, 最讽刺的当属以色列引以为傲的铁穹防御系统, 这个号称能挡下任何非来之物的系统, 仿佛彻底罢工了, 竟然让火箭弹如入无人之境般落下, 这就是以色列对外宣称的安全保障, 当初以色列信誓旦旦的表示, 哈马斯已被全奸, 加沙地区已经稳定, 然而现实却无情地打了他们的脸, 不但未能歼灭, 反而招致更猛烈的报复, 哈马斯仿佛不曾消失, 而是以更强硬的姿态卷土重来, 让以色列措手不及, 此刻的特拉维夫不再是繁华的都会, 而是充满绝望的战地, 而现在我们不禁要问, 以色列还能继续吹嘘自己的无懈可击吗? 北约还敢在夸耀自己的顾若金汤吗? 哈马斯的行动不仅揭开了他们对外宣传的遮羞布, 更让全世界看清了这背后脆弱的事实, 战争的残酷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具冲击力, 而那些被称作安全的高科技系统又真的能保护谁呢?